76号首脑命丧日本人妇人之手,此时全身脱水,身形干枯如纸片。 谁又能想到,暗奸头子李士群竟然死于一块牛肉饼呢。 提起76号,众人皆知他是臭名昭著的汪伟政权,而李士群就是76号的特务头子。 抗日战争时期,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和日本宪兵队的特高科之间斗的是你死我活。 然而1943年,军统和特高科却决定联手消灭一个人,事后此人死状极为诡异,好像一只干枯的猴子,此人正好就是李士群。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,为什么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呢? 1905年,李士群出生于浙江利水,少年丧父和妹妹靠母亲种田为生,毕业于上海大学,曾受训苏联特中警察学校。 早年的李士群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,他是与顾顺章等人一批的流苏成员,也是中共最早接受过苏联最高级别特务训练的一批人。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,他又回到国内,在上海担任地下工作。 1932年,李士群被中统特务抓捕,看着面前明晃晃的老虎凳,站水边,李士群吓尿了裤子,很快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。 此外,从他四年两次被捕来看,很多人认为李士群业务能力不是太强,但他却十分狡猾,很会审时度势,攀附权贵,游走在日、委、国、共、苏之间。 当时李士群还故意一边充当忠臣,一边向国民党提供我军的情报,李士群做地下党时身份是记者,国民党便给他了一个情报员的名头,让他和之前早已叛变的叛徒,丁墨村、唐惠民等人,在社会新闻等刊物上发表一些诋毁共产党的言论。 丁墨村不仅公开宣布叛党,而且向中统提供了曾经和他一起作战的战友们的名单,李士群不仅隐瞒了自己叛变的事实,也没有供出和他联络的地下党员。 由于李士群的摇摆不定,地下党组织给了他一个自证清白的方法,那就是提着丁墨村的人头来见,但是他并没有这个胆量,于是他选择了向丁墨村坦白,两人便商量着找人顶包。 最终两人计划,暗杀中统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少武,谋杀中统高官自然也要付出代价,于是两人被抓进了国民党监狱,其16号第一汉奸头子,竟是靠美貌妻子为身上位,还曾任大四岁日本人做干爹,他的不要脸程度你绝对意想不到。 作为李士群背后的女人,他的妻子叶吉青一路随他投靠各个阵营,对他的事业有极大的帮助。 根据两人的共同好友王念琴回忆,叶吉青与李士群同乡,条件优渥,乡下有良田千亩,父亲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,急需泼风。 叶本人聪明能干,身材娇小,长相甜美,在李士群第一次被捕时,为了营救李士群,叶吉青通过父亲的关系,由中间人联系到上海青帮大佬纪云青,叶吉青给他送了大量钱财,并认他做干爹,纪云青最终同意帮忙。 这次叶吉青送钱无用,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,才换得李士群一条人命,后来这段屈辱不堪回首的历史,也成为了李士群的一块心病。 在南京失守之后,李士群被中统安排潜伏在南京城当中,当时他主动联合川岛方子,一起充当日军的汉奸走狗。 日军见到李士群有很高的利用价值,给他提供了500条枪,5万发子弹,还有每月3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,一手组建了位于上海吉斯菲尔路的76号特工总部。 李士群还引诱自己的领导丁墨村,成为76号的特务头目,虽然他只当丁墨村的副手,其实丁墨村也不过还是他的傀儡,因为当时军统人士在活动期间,只能够在公共租界进行活动。 而李士群的76号却没有任何的限制,所以军统在李士群手里吃了不少亏,而死在76号手中的革命人士更是无可计数。 76号以及李士群便成为了臭名昭著的代名词。 在1939年秋天的两个月时间,他们就残杀了42名革命党人,此后依靠日军撑腰,他们杀害的抗日革命战士不计其数。 据统计他们犯下的血案多达三千多起,是日军最得力的汉奸走狗。 不过虽然李士群为日本人做事,但他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狡猾,在为日本人做事的同时,他也在暗中给自己留后路,时常泄露一些日军的重要情报。 但日军对李士群也不是没有防备,久而久之,便发现了李士群的这些小动作,但当时76号没有能够替代他的人,于是便没有对李士群下手。 76号最大汉奸尸体紧缩如猴子,死后全身脱水肝如纸片,杀死他的人你绝对想不到。 76号魔窟后期开始出现内部战争,很多人很嫉妒李士群的能力,其中就包括丁墨村和周福海。 周福海是汪维政府的财政部长,他曾主动和国民党的中统领导戴利联系,并且还做了中统特务,暗杀李士群就是戴利给他的第一个任务, 而他也早就记恨李士群,于是便想趁着这个机会除掉他。 而丁墨村在76号虽是老大,但是此时的他已不甘心只做傀儡,迫不得已地想要除掉李士群上位, 虽然都想要杀掉李士群,不过他毕竟是76号魔窟的领头人,暗杀计划并不是很容易, 先不说身边那些携带枪支的保镖,让一般人都难以靠近。 同时他出行坐的车也是防弹车,最让人头疼的是,李士群为了身家性命无余, 竟然败了一个日本头子做干爹,虽然这个干爹只比自己大四岁, 但他却安前马后殷勤得很。 后来他的这位干爹被调任别处后,周佛还抓住时机, 买通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钢村。 1943年9月6日,李士群接到钢村的晚宴请柬, 因是日本上司请客碍于情面,李士群不得不去。 到了钢村家,宾主一共四人,即钢村、雄建东、李士群以及手下夏仲明。 钢村的夫人亲自下厨,一道道日本风味的菜肴被端上桌, 李士群与钢村不合,心里有所戒备, 所以他只挑别人吃过的菜随便吃了几口。 最后一道菜是一碟牛肉饼,由钢村夫人亲自端给李士群, 刚开始李士群并没有动筷子的意思。 后来钢村夫人表示这是日本的风俗, 希望他亲自品鉴自己的厨艺。 盛情难却之下李士群吃了三口, 谁曾想刚回到家,李士群就开始上吐下泻, 不痛不止,动到医院后经检查, 他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。 原来李士群吃的那块牛肉饼中被钢村下了阿弥巴菌毒, 从染了祸乱病毒的老鼠屎叶中培育而出, 人只要感染上这种细菌, 就会在体内快速分裂繁殖, 在发作之后会让人将体内的水分全部排出, 然后疼痛而死。 据说李士群死状极为凄惨, 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, 可谓是大快人心。 好了,野化老故事, 咱们到哪儿聊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